大家好,我是大明星,几年地区海选,夺得冠军,正式步入演艺圈,5月12日,他参加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夺得月赛冠军,2012年还登上了春晚舞台,作为一个草根明星,他无疑是成功的,大一哥原名朱芝文,自成名以后,不论是商演还是综艺与访谈节目都没少上,可谓赚得盆满钵满,很多草根明星成名后就换了豪车豪宅,而大一哥至今还生活在农村,大一哥的农民身份也让他饱受争议, 很多人觉得他的农民身份只是为了炒作,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热度,他也并没有解释什么,他曾经在网络上晒出照片,被不少网友人身攻击,说他太胖,又在作秀,哪个农民会是这样的身材,大一哥一直以来都是出了名的好脾气,但这次他直接回呛说,谁规定的农民就不能吃胖了,有些事真的不能放心上,要不得气死,成名后大一哥到处参加商业,到哪里都是西装革里,而且身边总是围着好几个保镖,于是就有人说他早已没有了农民的苦食, 也有人说他是在耍大牌,一个草根歌手搞这么大牌场,把他在参加公益节目时,将自己的大一以52万的价格拍卖了出去,自己又拿出10万一起捐给了残疾儿童,并且大一哥再回到家乡后,拿出自己辛苦赚的钱给家乡修路,还再三表示,路的质量一定要好,还花钱换掉了村里的变压器,买了很多健身设施,安放在村里的小广场,即使做了这么多事,还是没人领情, 反而有人说他的路虚的太短了,还将路边刻有株质纹路的石碑给砸碎了,赚了钱之后,大一哥选择把钱存入银行,他在存钱的时候非常谦虚的说,自己没什么本事,而旁边的银行工作人员则说,您一年1600万还没本事啊,大一哥的收入就此曝光,也正是因为这件事,村里的邻居们也惦记起了大一哥,成名后登门最多的就是同村的村民, 由于以前很穷,现在一夜之间暴富,很多村民都向他借钱,借钱后大多都不还,还说他那么有钱,谁会想着还他,大一哥说,他们不管有没有事都管他借钱,他在访谈节目中还表示一年中借出去了100万,后来大一哥就再也不愿意借钱给村民,没过几天,他家就被村民用砖头给砸了,焦点访谈曾有15分钟的时间报道了大一哥的事,在报道中,有村民竟然说,朱志文如果要和乡亲搞好关系,必须给村里每家买辆车,外加一万现金, 很多人说大一哥变了,他确实变了,他不是草根哥手里赚钱最多的,但他确实捐款最多的,如今累计捐款超过了200万,反倒是很多人一直抓着他的农民身份不放 更多圈里圈外的故事,请关注一圈小八